雅锦赛综合格斗赛事传出好消息 我国派出七位选手到泰国曼谷 参加第一届综合格斗雅锦赛事 那最后呢拿下了一金一银四铜的亮眼成绩 而这也是我国选手在雅锦赛综合格斗项目当中 夺下的熟面金牌 我国综合格斗国家队参加国际赛穿金带银大丰收 一口气拿下六面奖牌光荣反台 其中这一面金牌更是替台湾打下历史记录 本来就想要去拿那一块金牌 所以其实这一次对我是一个自己 对自己是一个考验 因为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真正的职业选手 明年二月还有比赛 所以我还是要继续加强习惯这次的规则 感动时刻会场响起国旗歌 一幕上出现代表我国的旗帜 金牌格斗选手游凯文 在90攻击量级为我国夺下手面金牌 不只有他其他队友们的表现也非常突出 目标也就是想要 可以越来越来当职业选手 所以也是以金牌为目标 是以金牌的目的出发 但是表现的结果没有如自己的预期 所以他要从牌 上场的时候我给我的目标就是 我不要被他提早结束 即便我再怎么痛 即便我可能被碾压 但是我绝对不会被羞辱 台湾综合格斗国家队不仅是第一次成军 就连成军的时间也很仓促 就能打下优异成绩还抢下团体赛第二名 七人出赛只有一名遗珠 就是网红Toys的拳击教练李玉生 因为有些小感冒影响发挥措施 夺牌机会 这次有了比赛经验之后 下一次的赛事我们会有更长时间准备 然后会有更多资源可以帮助选手 在赛事上身体状况也好 技术也好 有更大的提升 持续备债明年赛事 朝金牌格斗选手的目标买进 这综合报道